Hello, 回到我們新聞聯播的講文 跟大家聊幾個重要的話題 不知道大家還記憶猶新 去年搞了35家民主派初選 有47人被起訴 其中一位朋友叫周嘉誠 他昨天獲准在高院批准保釋 那個官員說他保釋後不會再觸犯國安法 接下來很多人都會否告不入呢? 我相信會有人告不入的 第一, 如果47人入了的話 也太難看了, 大家一定要放些 這個就好像 所以這個就證明他有司法公正 要證明是有司法公正和寬帶為懷的事情 正如現在四處都在求民主派出來參選立法會 因為之前拉得很重要, 現在都在求很重要 不斷求你出來啦, 你出來啦, 你出來啦 所以現在都在求, 我想民主派應該是 那二十個位之中, 都應該有七八個位, 六七個位, 七八個位 現在如果不行的話, 個個都不行的話 民主派出多幾個了, 如果民主派出不出的話 但是公民黨當然會打殘了 所以, 你要看得出他整件事 47個告, 47個都入了, 那個侮辱孫 正如現在他們說, 其實都是有些人 我最初是不可以保釋, 原來他都是可以保釋的 正如上一次可以保釋, 應該淘寧身保釋了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 應該是這樣的 那他其實可以保釋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次是不是 法庭可以保釋的很大因素 就是所有司法界都很黑暗的 就是很多事情, 法官和雙方律師 是在上庭之前談了很多事情的 如果控方律師不反對那個人保釋的話 就很容易保釋到的 即是控方不反對, 控方我不反對保釋 那你就很容易保釋到, 明白嗎? 他也說, 你聽話的, 你乖乖的我就讓你保釋 其次, 這是我估計的, 我不覺得很肯定 但是根據我對司法界的了解大 那個程序的了解大 他應該多數都是, 因為國安法已經說不准保釋 但是他這個人, 我不反對他保釋 那他就會保釋到的, 明白嗎? 周時會是這樣的 法官和雙方大家會先開會, 談談, 大家之類的 即是你認定了, 雙方, 即是你情侶委員 就什麼都可以了, 大概會是這樣 這個很大程度上會是 這個人可能有些交易做了, 或者之類的 可能會托了背脊, 或者之類的 於是他就可以保釋出來 很大程度上, 如果靠打的話 靠打官司 那你就要講很多事情 你就要解釋任何, 解釋一大多事情 但是一般來說, 法律程序就是這樣 根據我所知 嗯, 其實現在暫時在47個被告裡面 有11人是獲准保釋的 有多名被告是再次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 中間有一個叫胡志偉的人 他都曾經可以保釋過出去的 就是參加一些喪禮 之後都是要回去拘留 他那個算不算保釋我 我就真的很懷疑他那個算不算保釋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著他 或者盯緊他 因為他就是參加了母親的喪禮 所以他完了之後 他就馬上回去 但是這個方禮就是 杜汶澤 杜汶澤 有部電影叫做《無間道》 嗯 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你知道什麼叫坐牢嗎 坐牢就是你爸爸死了 你都不可以出去見他 你都不可以出去 那這些就是坐牢 那這個被連登是廣位宣傳 就是這件事 就是什麼叫坐牢 坐牢就是不可以出去的 但結果胡志偉都出去了 嗯, 其實現在暫時有些 有些用現金 人士擔保都是獲准保釋的 不知道會不會還有更加多的人 被人起訴 還有最近都 我覺得政壇好像 似乎好像有些 很多人去 譬如要退出啊 或者好像之前民主派 公民黨有出事 那很難不退出 很難不退出 那現在一場戰爭一直在延續 現在一直在參與選擇 我相信這件事 應該會維持幾年的 嗯 現在很多宗案件都未落獲 其實 譬如說中大那些都未落獲 所以我會一路洗下去 會一路清洗下去 整件事 評估一部清洗完之後 我想下一步 你就會想 那連登不會清洗呢 之類的 昨天就有人說 可能會是100毛 或者香港01有線 說會被人推去堆填區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我這樣說 因為 有線是 鄭家信和周達昌 那是 OK 香港01是魚品海的 那你怎麼會 別人都愛港 怎麼會 是不是 香港01 接收了蘋果的才算 然後可能會走回 沒有那麼黃 走回淺黃 嗯 嗯 是啦 大家也要看著 另外 看回監警會 早前跟投訴的警察 開了一個聯席會議 會上的警方就表示 剛剛那五個月 現在六月 收到517宗的投訴 裡面都是 很多跟兩年前反修例 那個活動有關 很多都是說 他們疏忽職守 行為不當 說髒口 嘔打 這些情況 什麼是疏忽職守 我真的不明白 疏忽職守就是抓人 抓得不夠緊 最多的 294宗 是吧 如果你說偶打 或者是 那些偶打 什麼那些 就很有可能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是疏忽職守 疏忽職守 疏忽職守就是沒有抓到人 是吧 難道藍絲投訴他 難道藍絲投訴他 我就不太明白 我就不明白 那一天沒有打到 是不是 之類的 所以我就覺得 是整件事 但是 就是不當 或者之類的 是很普遍的 就是多數現在 那些人對警察 由於那個印象不太好 那我想整個總括來說 所有的投訴機會 會是大做的 那我想相信警察 會面對這些壓力 就是壓力差事 那會令到他 會做得比較好些 那鄧炳強也是現在執政了 執政了 他就是因為這樣的時候 就是所有的執政了 好像我們這些慣匪 被控抄牌 都是被控得多了 嗯 那其實 會不會接下來 很多人 因為大家都記得 兩年前 那些人會說他 不顧而去 在元朗站 不顧而去 是否就是 不斷說他疏忽職守 這件事 可能是 但是元朗站 當然是一個 比較奇怪的事 但是一般來說 都是 警察如果大規模打鬥 都是拆過輕兵的 因為呢 如果當你這麼大規模打鬥 你要走幾多句 你到警察局 都是還炮灰的 就是你幾萬人打鬥的時候 你牽著這麼大規模打鬥 你除了拆過輕兵 你是沒什麼辦法的 嗯 好啊 那再看看第三則新聞 看看食慧局 分別在 2019年9月 和2020年去年9月 展開了中醫醫院的營運服務 第一階段的投資資格預審程序 以及第二階段的招標工作 那麼就選了香港浸會大學 就是成為最終可以得到相關服務的契約的承辦機構 那這件事怎麼看呢 問一下大意思 因為浸會是第一個有中醫學院 而且中醫學院辦得最好的 所以當然是浸會大學 我也是幫助浸會大學中醫的 真的嗎 就是九龍堂那裡 是啊 他第一個 他最有規模的 所以他當然是在浸會那裡 但是問題就是 香港的中醫學院 中醫醫院其實現在在大陸是很盛行的 但是香港就不是那麼盛行 就是比較 但是現在中醫的教學 其實有一半是教西醫的 有一半是教西醫的 所以中醫對西醫有一定的認識 中醫醫院其實在這個世界來說 就是在中國一直去推廣 那是不是成熟的 其實現在都很初階 初步階段 但是大家一定要想辦法去推廣這件事 因為中醫有些證明是有些效的 但是到現在中醫能夠獨立成為一個 可以能夠完全是 治癖的治療方法的話 嗯 他還不是 我相信他到最後 在中國來說 他會將和西醫作出 到最後醫療就是醫療 他會和西醫作出某一種結合 到最後 就說 所有的東西 你又要吃西醫又要吃中藥 到最後所有中國的醫 中國是不會分中醫西醫 到最後來說 就是說 你所有的醫治就是 你讀醫生 你會學中藥 學什麼東西 當然會將這些簡單化 你不用會讀狼帝內經 不用讀那些東西 只是你不用讀那些東西 就是將那樣東西 其實中藥很多都會 譬如你哪個藥院 很多東西都會變成 變成是和西醫作為一個結合 就是醫治的方法 就是說 沒有人規定你 診治 嗯 吃了一瓶西藥 是不再喝一杯苦茶的 就是之後 就是和人規定 或者收醫到最後 你會是一個 兩個會作為某一個協調 但這個可能是 一百幾十年 幾十年之後的事情 但是短期來說 他就一直要把中醫的一些方法去整出來 事實上 中國現在的人都很流行 什麼板腩筋 那些 那些 或者他那個 陶友邱中國做過 拿下背獎的清高數 那些其實都在中國提出 是中國古代的方法 然後找一些古書提點出來 但問題 那你清高數 當然現在來說 你不算是中藥 嗯 你不算是中藥 所以會作某一個 現在中醫院理由 做到 都是因為中醫院 開始用一些科學方法去做 就是說 你完全知道 那個療效究竟去到多少% 只有一個很精確的數據 現在都是 就是 而中醫一直都不做 就是因為 你其實不是說他不行 你沒有科學數據 你不會知道 你不會知道 你的保護率有多少 醫好率有多少 你一開始說他沒有數據 現在的數據一直在出來了 所以香港也會做 做一部分這些事情 都可能是 如果接下來香港政府會大會 真的可以 這個中醫學院 中醫學院的話 可能中醫會更加普及化 還有就是 可以解決到一些醫療需求 那麼 希望就中西合璧 像大師所說 我親眼看到 我小時候 現在有很多中醫所 然後我長大了之後 就接近沒有了 為什麼 經營不到 沒有人相信中醫 接著之後 近十幾年之後 又開始 越來越多人看中醫 我親眼見到 就是說 在一段時間之中 慢慢突然沒有了中醫 就是 中國的軟實力突然沒有了 然後突然間 中國強了一些之後 就搞了一些中醫科學化 那些 然後就浸會大學 又開了中醫院之後 然後又突然再上去 我親眼看到 有很多中醫 沖街多了 簡直跟西七五多多下去 然後再上來 我真是 威反彈 沒錯 那麼大家就要留意著 我們今天的講文就到這裡了 好 謝謝大家